我想问你 你到这个舞台来 你到底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岗位 你是来找工作的 我们也是一个 求职招聘类节目 我们不是乡村大舞台 有才你就来 我可能现在呢 更想做 在这种台前的一些工作 但是之后呢 会一点点 就是转到幕后吧 那你这执行 是不是就不是 这是排在后边的 是的 这不就完了吗 弟弟 我真的想为他 说两句话 我觉得他这个 年龄确实是迷茫的 就是我们大学 有几个同学 你毕业的时候 能在大学里 转一辆车呢 好 我告诉你陈薇 就算他是迷茫的 此时此刻 他是不是不迷茫了 至少在这个舞台上 现在他是不是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了 甭管我们用 什么样的方式 总比他到社会上 让社会掉起来 毒打他要好吧 我们还是用 相对温和和体面的方式 让他明白了 今天来 什么岗位适合他 给岗就完了 有岗给岗 没岗灭灯 这是我们节目 最残酷 也是最简单的法则 我们是职场招聘类节目 那其实我们现在 很多的在校大学生 他讲的都是概念 但实际上 他离真正的职场 其实是差得很远 所以当我们企业家 去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是答不上的 所以我也建议 我们所有的大学生 应该先去了解 企业里他的场景 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去找相应的工作 而不要直接想当然 是这样子的 因为对泰坦来讲的话 我百分之四十的员工 是创过业的 我个人创业十来年 我对创业是很有情怀的 就是如果你确确实是创过业 哪怕你今天的种种表现不行 我都很想给你一个岗位 因为我就是想找创新的人 我不在乎你年里小 但是我现在质疑是你没创过业 那确实我们的沟通当中呢 实际上你只是参加了创业比赛 你确实不是靠创业 获取了这辆车子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有了 我没办法跟你留灯 但是我还是依然的 觉得这个方式不对 好不好 谢谢